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我们已经录了很多期润到全世界各地的视频了 然后呢,我们找了一个小众国家 这次呢,我们找了一个在挪威的程序员兄弟 来给我们讲一讲他在北欧的生活 这个先请你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齐亮 算是天津人吧 因为这个家里头小时候背景也比较多 这个知情子女凡天津的这种 不知道很多是不是有朋友知道这件事 再一个就是我当初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论这个词 好像这个词才是这一两年才出现的 是 这个一开始也没有说直接想论吧 到挪威之前呢,去澳大利亚出过一次拆 大概两个星期 太热了,我当时比较胖,比较怕这个热的地方 当然这个我是01年本科毕业在北京工作了几年 那么一直用这个挪威公司的一个产品 他就叫Cute 这个公司呢,当时叫Trotec 后来呢05年的时候有个机会 他在因为Trotec在北京已经有这个分支机构了 办事处还分公司 那么有个机会呢就加入这个Trotec北京 干了一年左右呢总部呢有因为公司比较小 所以这个总部的这个销售可能在寻找一些这个顾问的工程师 就帮客户开发的这种职位 然后就应聘了 所以内部的那个等于调动到挪威 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短期的合同 这种半年一年续 后来就是前程本地的 主要是这么一个 你算是哪年过去的 嗯第一次过来是06年的8月份 然后基本上到07年就 就呆住了 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就是一直呆下去吧 因为也是一步一步来的 这个包胎的接过来 然后又又熟悉了一段时间 慢慢的就是有了老大 反正后来就基本上就算定下来 你这个属于是上班上着班的 然后就说这个北京岗位转到挪威岗位吧 然后你就去了 那差不多 你这个属于是很偶然 然后也没有说我要下个决心一定要走 或者什么这样的事情 嗯当时反正深在北京同背景的话 就是说很多人去美国的还是挺多的 当时就说没有下了个决心 是是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挪威移民的一个基本情况吧 就是挪威大概接受多少种这个移民的 它是个移民国家吗 我觉得欧洲都不算移民国家吧 嗯如果从中国人来看的话 嗯比较多的情况是这个国际婚姻 这个和挪威国籍的人 嗯这个结婚的这种 这个是可以过来 大概三年还是几年 这个自动就可以拿国籍的 这个三年十五年 以前都是对这个挪威这个邀请人 就是没有收入一个限制 这两年等于经济不太好了 这个右翼政府上偏右的政府上台以后 他这个对这个主申请人 类似于担保人的这个收入是有一定要求 以前要远一些 再一个就是我常见的就属于这种工作签的这种 定下来的这种 当然这里面大多数就是很多人呢 是在因为挪威呢 他英语不是这个主要的这个国家语言 所以呢就是说很多人是通过在本地上学以后 然后再找到工作 那么这么一个形式留下来了 像我这种直接就是工作直接过来的 有因为以前那时候这个挪威有些这个大的石油公司 那个就是斯洛贝谢 说是这个总部在法国吧 这个在美国哪都有这个大公司 那么他当初收购了这个挪威的一个石油公司 石油产业链上的 所以他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培训中心 然后所以就是说在中国呢或者很多地方开船的都可以过来出差 像这种就是有的时候就有本地这个transfer的机会 那后来当时就是说当年这个零五零六年那段时间 就是说挪威克兰上涨 这个cost 太高了 所以后来很多国际公司呢就把这些这个这个职能吧 这个比如这个training center就挪到中东去了 或者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这个慢慢的就属于这种机会就下降 但是还有一个公司挪威有一个大爱的公司叫DNV 这公司是负责这个很多这个标准制定 尤其是船上的一些服务 那么他在这个上海有一个上海还是韩国 这都有很多很多分支机构 那么这种内部transfer的机会也是比较多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华为 华为在 这09还是10年开始 他和这个挪威最大的这个电信运营商叫Telenor 就相当执意的话都是挪威电信 他有一个搞了一个比较大的合同 他等于把他的这个当初的4G网络都承包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 包括实施 所以当时呢这个华为有很多这个员工以及家属过来 那么这里头有一部分人就是 后来可能到期了就跳出来了从华为 就是他如果拿到永居的话 这就出来了 当然还有人呢是比如他这个华为员工 他又到其他地方上班 但是他把家属留在那里也有这种 这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公司 基本上这样 然后知道的还有一些就是移民可能是在参入中餐馆打工的 但这个因为我们就是接触不多 所以不太了解 他们是就是现在是怎么来的 但是就是说 据文章或者说其他地方查看的这个以前呢 最早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建国后吧 还是建国前后的时候 就是说是香港船 但实际上很多这个员工的不是香港人 他是这个上海比如宁波一带的这个海员 海员呢或者是这个厨师 他们只要是挪威有一个规定 就是在挪威的这个挪威机船上工作满三年 就类似于被挪威公司雇佣了三年 嗯 这种机会呢也可以认为就是你满足那个女居条件 所以就是就可以申请这个挪威的永居 等于到挪威 刚才你讲到就是说这些人只要在挪威的船上工作三年 就可以去申请永居 这个好像我是靠来看好像就是挪威公司不只是船 就是如果挪威公司在中国雇你 他但是他如果走的这个挪威的手续 在挪威这边支付工资交税了 嗯 那么这样你也视为就是挪威本地的雇员相当于 所以就是说满足这个时间期限的话 满足同样的条件下你也可以就是办永居过来 了解 这基本上是ok 因为我现在发现欧洲好像就是英国是有一些移民去过去 然后德国有不少 然后这个其他的 呃现在在国内在推的可能就是 呃葡萄牙 然后这个 呃瑞典 不是瑞典是那个叫什么 就是就是那个呃希腊 希腊买房 然后马尔哈买房 然后这个葡萄牙买房 那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项目 嗯 这个好像是这个有一些啊 就还是在吸收移民了解 这个挪威移民的难度是不是就很高呢 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想办哪去 是不是就非常难 你看中国基本上都是讲英语的 首先还是首选英语国家 所以就是说 直接办就是工作过来的话 我觉得除了这种 大公司这种transfer的话 还是比较难的自己申请 但是也有 就是如果你 因为现在这个软件行业 中国有些这个年轻人就是 已经在某些行业做的比较好了 那你这个背景过硬的话 那肯定这边如果缺人的话 就还是可以招过来 这有 是 但是中国是太多的这个程序员了 嗯 现在你想本科这个大学每年毕业一千多万学生 然后这个估计里头能写代码的应该有一两百万是不算多吧 所以我估计中国这么些这么些年积累了应该有上千万程序员 嗯 但是就是说尽量的多在上学的时候多参与一些开源项目 比如说那个google code呀或者什么东西 你在这个里面刷一个项目 就他就是一个在简历上很好的一个条目 那么如果你在某些方面又确实比较资深的话 那这还是就是简历过硬在哪都可以 了解 哎呃我记得你上次跟我讲说挪威不是欧盟国家 你们现在是用欧元还是用的那个挪威克朗 呃挪威克朗 OK 北欧的话 丹麦和瑞典虽然进入欧盟了 但是他们还叫丹麦克朗和瑞典克朗 但是好像是和那个欧元是绑定的吧 但是挪威克朗没有 但基本上挪威克朗的走势和欧元的走势差不多 还有石油的油价有一些关系 但主要和欧元 了解了解 这个挪威是怎么就 因为我们一个国家就是特别是发达国家 应该都是欧盟国家 他是他是怎么就没进去呢 那不是没进去 但是他是以前有因为有石油 他的收入普遍高于欧盟 所以就是有有一些这个 党吧 就是不想进这个欧盟 所以已经投过一次还是两次了都被拒了 了解 但这内部公投过不去 哎对对对对 这个也很神奇啊 也很神奇 但是这个不是欧洲这个比较复杂的 欧盟不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代表 因为他军事上有北约 那头这个挪威是拿头的一个积极分子啊 这个北部他和俄罗斯是有接壤的 所以这属于前沿阵地 这有的时候北约那个演习的时候是有飞机和那个船在这边过的 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欧洲经济共同体吧 不叫 ea 还是叫什么 所以就是说他在经济层面上 其实大家还是一个带友这个那个挪威是参加的 所以是一样的 他只是在这个欧盟上这个类似于一个议会组织上 这个政治上的这个这个确认方式不太一样 这也是一个挺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这个 像挪威定居在挪威 这是不是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工作的 因为这个上次我去问那个欧洲比尔他在德国嘛 他说有这种叫欧盟兰卡 就是你基本上拿着他 然后在欧洲四处去工作就都没什么问题了 那么挪威你不是不是欧盟国家的话 会不会就没法享受这个东西 应该是没有这个尤其我们中国人 你是中国护照 你最多在挪威拿到了一个永居 那拿到这个永居之后去别的国家还是受限 你去别的国家等于还是中国 中国护照从头开始 所以这个永居没有太多的帮忙 ok 就是拿了挪威永居就老是在挪威上班就好了 呃对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变到第三国的话 大家都是等拿到挪威国籍的护照以后再去 这样比较方便你退回挪威 没有什么问题 你现在是永居还是拿到国籍了 那我还是永居 啊 ok 那这个挪威的移民政策是什么样 比如说我像刚才你讲的是在挪威公司雇佣 然后在挪威交税多少年 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永居 对嗯 移民的话啊就是刚才说的通婚的这个是最快的 我忘了是三年还是五 我可以直接换护照对 然后这个工作的话是三年 呃一般来讲是他好像我昨天看了一眼这个条文 他是你要工工就是满三年 然后在最后的就最近的12个月之内 你一直是有工资的 你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以上 然后没有没有拿过那个挪威的社保 就是那个失业保险之类的福利 那么这种是可以申请永居的 呃好像申请国籍是要一共在挪威要待到8年 嗯 需要另外需要一定的这个挪威考试和一些这个入籍的这个文化的简单考试 了解就是但是永居是不是你就可以一直在那待着了 对永居是两年一换一个卡就是要求 说是两年以内有什么限制 但一般来讲不是太严好像嗯 现在比较缺这个移民 他有没有比如像呃我们知道比如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有好多那种叫移民间 就是你必须在这个一年里头要在那待够半年他才算 呃差不多这个是有的应该原则上是说12个月要待 7个月是超过6个月吧 但是一般来讲就因为他不是移民国家 所以就是说大家待下来的人就一直在这工作了 所以不所谓 就是我拿着永居然后我回国了这事不行 嗯有一些人现在有嗯比如现在因为中国这个经济在发展了 所以有些人是比如说他在中国有公司啊或者什么也有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就羡慕那个新西兰那个叫永久回头签 就是说你只要拿着他的永居 然后呢你就再也不用去了什么时候想去什么时候去 他这就吸收你这个人或者是你这个人资产 对了解 那就是如果待够了八年比如你现在拿着永居然后再 待够多少年以后然后就可以参加他的考试去入籍 那对对那你两个小孩在当地生下来是不是是有籍吗 啊没有这个是和父母的那个护照是相关的你的就是说 我们是中国两两口都是中国人的话孩子自动是中国籍 然后就是如果我们都是永居的话他就自动拿永居 如果没有的话他也是一年年续然后三年可能换进去 但是小孩子就是换国籍比较方便 因为他们等于属于在这里接受这里教育就不需要能够考试 人家认为你水平是够的 什么时候他们如果想换的话应该一申请就过了 了解那你现在考挪威语能考过吗 我比较选比较选啊 因为这个有个故事德语啊 因为刚来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想法想学的但是 哎当然这也算是个借口吧 就是因为这个挪语这个字母和英语字母不太一样 挪语有29个字母北欧都是一样他多了三个字母 这是原因上然后这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主要是一个他们有一个那个颤舌的二 那可能和德语有些类似 我这个当时也比较懒 刚来的时候还是收到一封邮件的时候都是纸质的邮件 那我就把它敲在电脑上 然后电脑上有那个电子词典 我那个词去找那关键词去翻译他什么意思 然后后来可能是 我来了一年还是两年 google translate 支持奴语到英语 然后很多东西我就偷懒了 了解了解 OK 那么这个当地华人多吗 华人应该还算是越来越多 但是没法和 比如说邻国瑞典比或者你去大陆的话 去荷兰和德国 这肯定没法比 还是比他们少 但是自己和自己比这么多年还是越来越多的 就是在在挪威的中国人 华人也是越来越多 这些大家都以什么为生呢 这些华人 主要接触的群体还是这个工程市场 因为这个挪威 因为以这个石油是一大支柱产业 而且他是开采这个北海石油 所以就是说都是海洋工程 那么你这个在钻井平台上 怎么搭这个钻井平台 那么这个涉及到一些这个土木工程 这个海洋这个方面相相关的东西 那么你涉及到船去拉这个东西去运 比如说各种工具 或者什么这个船的这个造船的这方面也有 这都是工科的 那么就是说国内来的很多学校 应该比如说像天大呀 像那个我忘了上海应该统计有这个专业吧 然后那个哈尔滨是航空城还是航空大 反正就是他们有相关的这个专业 那么到挪威这个 可能上过一些硕士或者博士的话 这些人留下了很多 ok 再一个就是做it的有一些 主要还是这这方面的人比较多 两个家属家属就回来 等于就是说他们在国内上完本科 然后跑到挪威去上相关这个石油 船舶或者什么这样的硕士 说上完了以后在当地工作 那这是一批还有一批是那个 嗯就是因为这个挪威有些小的 地方的学校很多东西是大学 这个国内也有很多这个 就二本也好或什么 他们就说申请了这些职位 最后申请这些这个 学校的这个位置也都能拿到过来 所以就是然后他们都留下了也有 这个就学的各种专业都有 好像有物流的或者其他专业的 这个就比较多了 没关系 像 这个学校是不是都是用挪威语授课 基本上好像没有在挪威上 本科基本上绝大多数都是挪威语授课 很少有英语的 然后研究生硕士的话 master的话应该是有一定比例的 嗯挪威有一个优势是他的这个 学费是没有的 所以就是说 即使是你中国留学生过来也是没有学费的 但是就是说你要自己去负担你的这个生活费 还有这个就类比如租那个学生公寓啊 这种房子一些费用 那这是要自己看我的 ok ok 那他不收学费整个这个人 你比如说我如果 上完了 老是上上班那不亏了吗 他就 呃 本来就不多吧 带一个他也是用用这个方式来吸收这个 来来工作的移民吧 这也是一个手段 了解 了解 这个 ok 这个挪威缺什么样的人呢 或者什么样的人适合去挪威 嗯 因为挪威这个 嗯没有加入欧盟 我觉得还是好像还是有一些限制 有些 感觉不是就是完全的一个就是和欧洲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叫叫人员的流动吗 但是还是有东欧的一些人呢还是来 比如说这个 嗯波兰呢或者立陶宛呢这个做这个 建筑因为挪威都是盖木房子 或者是有些这个很多建筑公司 那么这些就是体力活的人都是这个 很多来来的 嗯 还有开这个卡车搞运输的这种 这个也是 本地的话 感觉就是他的各个地方都在招人 也不一直在缺人的状态 当然这个最近这个疫情的原因 比如像这个护工 呃 医生 呃其实平时没有这个疫情的话 他这个养老院里的这个这种护理人员 也是一直是缺的 it 也是 他本身就是我本身这个教育体系没有提供那么多这个人力资源 所以就是说 还是很很有缺口 挪威除了像你们 qt 还有像opro 还有什么其他的有名的 it 公司吗 哎这个我看了一眼这个 有一个是那个做游戏的叫翻抗 但是我不是太清楚他的游戏 因为我基本上只打暴雪的 所以不太清楚 嗯可以看一下 然后 呃还有一个 我凑了一下说挪威的这个软件公司 这个wikipedia 上列了一个公司 就是那个 w3 school w3 school 哎 w3 school 那个网站 就是 呃你想学 php 一搜 想学 javascript 反正跟网页技术 你想搜一些最基本的 tutorial 哎就去那个 w3 school s.com 还是什么 那个好像是挪威的公司做的 ok 这个这个应该是一个 确实还挺有名 但是因为我还知道这个网站 但是这个网站我转半天 就是在他网站自己的他没有介绍 就是他的这个 方的或者我们这过程 这 wkp 的那些 可能是其他的资源他收集起来 嗯最近新兴的一个比较有名的 这个公司叫 remark remarkable ok 就是做那个电子书的吗 对对对 他是一应可上有手写技术的那个 是 这是个挪威这几年刚出来的 这个没想到是挪威公司 因为我最近在 youtube 上经常给我推这个 remark of 的这个广告 然后我还看了好多这个广告 因为国内有一个公司叫文石也是做这个东西 然后做的应该是在亚马逊上直接打败了 kindle 嗯 就是量非常非常大 因为他们可以把那个十寸的书啊 就是十点几英寸的这种啊 电子式式的书大概可以做到两千多人民币 可以做的非常便宜 remarkable 主要主打我买了一个remarkable 而主要还是手写的那个性能就是感觉上 嗯还是 比较接近制吧就是相比来讲的那个 ipad 加那个那个那个 apple pencil 的话 apple pencil 就感觉是在玻璃上滑那个 就很是他们那个什么也是打的这个书写呀打的什么这些东西 当然了他就是安卓 然后你里头愿意装什么软件装什么软件 国内都是安卓方案 对 remarkable 应该是一个更低端的 他是用的 linux 加 qt 的方案 ok 啊那等于是算你们的客户 应该是吧 ok 挪威现在是不是也是少子化就是人口衰减 这个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涉及到 你就是说其实我们关注的不是整个国家的人口的变化 你应该是关注比如说以挪威的话 呃他的人口就是说一个是我们可以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叫叫挪威族也好叫什么也好 这是他的主体民族吗对吧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北部有一些这个叫萨米人就是和芬兰人比较近 他在这个跨这个芬兰瑞典芬兰那个挪威这个北部的地方 嗯就是比较冷雪比较多的地方嗯 他们养群鹿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 属于一种少数民族被承认为这个挪威的这个 叫什么就类似于这个 原种无异 哎不算少数无异 然后就是 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族裔的话也有就是现在就是自打这个经济好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什么阶段开始 他就从欧洲来的各种移民都有 那么这种挪威的统计数据里面 我没有去专门查看这个就是挪威族本体这个民族他的这个 生育率的这个情况 但是感觉上应该是 持平或者还是下降 因为这个是因为移民的数量是在增加的弥补了 就是使你这个整个人口在增长 所以就是说 这个我的感觉趋势是这个样子 了解 因为我原来看过一些文章就是说说北欧是大概唯一克服了少子化的这个发达国家 就是北欧的几个国家 因为说是什么快乐教育 然后让养孩子变得很开心是什么 在这个过程中 然后把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克服掉了 因为全世界都没克服掉 包括中国现在少子化也很很恐怖 我不觉得 我觉得少子化这个是和教育有关的 这个家庭父母的教育达到一个是教育 持续时间太长了 你上的本科是多少年 你在对就是母亲的这个受教育程度比提升了以后 他生孩子必然就推迟了 所以就导致你生的孩子就数量少了 而且现在就是养孩子压力比较大的话 就是说你肯定生的就少了 当然挪威有一些鼓励的这个政策福利方面 一些东西 比如上幼儿园如果你的孩子比较近 那么他会有些减免 就是这两个孩子如果一起上幼儿园的话 然后他会有个折扣第二个孩子 嗯了解 挪威人比较近 有的时候隔一年就一个 一下生两个三个年 像这个挪威现在有没有很多难民啊 嗯挪威是有的 因为这个北欧几国 因为这个嗯收入水平比较高 他们在联合国都是拿指标的 就是说呃 你有一千个难民 我这里要拿回来多少 所以就说这个是就是提前应该有定案的 这个比如说以前打仗多的地方 像那个两亿战争的时候 所以就是说挪威有些这个 伊朗伊拉克的这个移民 我估计是当时过来 还有就是 啊 80年代前后的那个越南也有一批出来的这个难民 还是这个传民 这个挪威也接受了很多 ok 就是比较近的像那个 乌克兰那个 呃不是那个 呃 艾塞尔别亚和那个阿里特利亚打仗 哎那个有一批 我当时06年的时候上挪威课的时候 呃有些同学就那来的 然后现在就是乌克兰还不算是难民 乌兰乌克兰属于这半年就这这几个月 这属于一个临时方案还不算难民 现在难民比较多的就是呃 前世呢 反正阿富汗或者阿汉的多对阿汉的 因为这个难民等于他也要走手续 就是走个一年两年 他一般有的时候在这个国际难民 待一段时间他才会分出来 就是他会进入到社会里面去工作 呃他们听说的福利应该是 如果因为他们都是 国际难民就有类似有难民证的 就是一种一种护照 对所以就是有这种资格 然后是到了这个挪威 如果你申请到这个挪威接收你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好像是 每个月是发钱 一万还是两万克朗的样子 应该能够覆盖他们就是 租房子和生活还能有一些零花钱 了解我们继续 这个啊咱们聊聊挪威的生活啊 就是看来他不是一个主要的移民国家 然后呢我们看看挪威生活的一个情况 在挪威刚才你说主要是使用挪威语 对吧 但是你说英语在当地也是可以啊 很好的生活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障碍 嗯就是说 我刚来的时候就作为成年人的话 你生活也就就场景比较局限 对吧工作因为我做IT的 那么这个公司内的话 技术沟通都是英语 那么你去一个超市啊 或者去哪个地方 基本上 是这样的 只要是挪威人年轻的 呃这个英语都没有问题的 呃相对有问题的是呃就是来挪威的一些移民 他们本来母语就是和英语比较远的这种 因为他也是切到挪威是第二语言 他在学一个英语第三语也是很难 所以这和他们沟通的时候 呃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呃作为一个成年人 基本上我觉得英语可以在这生活下去 当然就是说可能 也基于你的这个需求吧 因为我当时刚来的时候 也没有那么多爱好 就是因为 中挪的这个收入差距比较大 当时还属于控制这个开支的状态 所以就是说在家里打打游戏 这个游戏娱乐就过去了 那么你就说你有孩子以后 这个孩子自打上幼园或者是上那个 小学那么这种场景下 你需要和老师和这个呃 其他的同学的家长进行沟通 那么这个时候挪威其实是很必要的 了解要不然去开家长会没法开 这个挪威的生活成本是不是非常高啊 因为我们总觉得北欧的东西都很贵 嗯应该是 两年两三年以前这一还是一直是最贵的 这个尤其是零 我零六年过来可能零七零八年的时候 挪威克朗在最高点最人民币的时候 是一克朗是1.4人民币 他在1.2的时候是很长时间 但是这个最近这个我忘了是从几年开始的 这个三五年 就一直在下降 下降到零点七零点八这个上下 当然这个呃 疫情刚开始2020年3月份这属于最低点 这跌破零点七了可能都快接近零点六 这时候比较低 嗯 嗯当时来的时候是比较吓人 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嗯 还没有去不知道去超市去采购 那么就是说呃因为要去公司 然后之前就说在这个加尔站的那个小超市 随便拿了一点吃的 当时吓了微跳就一个250毫升的一个橙汁 加上一点那个 是面包还是什么 反正当时就100多克了 然后折成人币就145 已经就是零六年的时候就把我已经跪的很厉害 当然就你在这边呆了时间长以后 嗯 另外孩子多了 各种开销多了以后 你的这个本地工资在这拿着 所以就就不会再像刚开始的时候老在想 还有这个东西多少人币 了解 哎像你们在当地生孩子 然后他这个也会给你这个什么吗 也会给你补贴吗 啊给的这个分两种情况 他主要是还是看你呃 妈妈工作还是不工作 嗯 如果妈妈在这个怀孕的这个10个月期间 是工作了 那么你这个 生孩子的时候这个福利是有的 一般他们是给 10个月的全新 或者你可以把它改成12个月的80% 这个不只是妈妈享受这个是由这个 呃 孩子的爸爸妈妈可以互相的这个分享 就是爸爸也有自己的那个court 所以各有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是分享的 这个可以自己调整 嗯 但是如果妈妈在这个怀孕这个10月是不工作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 呃一次性补助 反正06年就是009年 我们家老大的时候是09年 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概给三四万克朗的这个 现金补助 但是现在是不是有调整不太清楚了 谢谢 谢谢 啊就是一次发接近 啊一次发很多个月的全新 啊这也是很神奇 对那这个 像在当地的话 因为像北欧是这个高福利国家吗 他是不是这个税收非常重 嗯 我这查了一下 如果这个 比如说 呃年收入36万克朗的话就相当于一个月3万克朗 嗯 这是比较偏低的这个收入 那么他挪威的计税方法是扣掉你这个 这个他认为的一些合理开支 就是不交税的开支 比如说他嗯有一个底扣大约是今年扣的是 10万6000多不到10万7000 那么就对36万你要对26万左右交税 那么交税大约是不到8万 这个是你的就是 收入的时候他会预扣的 其中包括这个国家的一些税和地方的一些税 还有你这个养老的一部分那个支出 就国家预扣的那个 那么如果你是60万克朗 就是相当于每个月是 呃5万克朗的收入的话 他的抵扣就是扣减也是那个10万6000 那么最后的这个国家会扣掉你大约16万1千吨 那么如果90万的收入这个比较高了 就是他大概 嗯全年会扣你28万6000多 那么大约就相当于30万 嗯这是嗯 工资就是发下来他会直接扣掉 你如果不够的话他会这个税务局会让你第二年会补回去 嗯 但是这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这个 日常的这个 的这个成本 那么你不管是租房子 比如说一个人呃至少一个月要按五六千这个标准 全家的话至少是一万多了 不管你是租房子还是你呃 买了一个房子还贷款估计这个压力是差不多的 嗯 还有一个 费用就是挪威的所有东西都是要交那个VAT的 所以就是在你消费的时候他会再次扣税 呃交费税 那么这个呢是分几档呃 第一档是公共交通 你坐这个火车做公交 那么这个是12%的税 就是你里面有12%的就直接交给国家了 呃那么你去超市买这种食品 你这个吃饭的东西 呃或者一些蔬菜这是15% 呃其他的所有的都是25% 就是你去看张看个电影那一百块钱 那么其中就是20块钱交给国家了 所以就是这个税收就是他对各个方面就是交税 呃就是非常普及这种逃税机会很少 所以就是说呃你的费用还要就是除了这个工 你收入收了一遍就那些个人所得你交了一遍 然后你消费的时候又交了一遍 哎对对对 哎你前面讲租房这个是可以算免税吗 租房不算免税他等于他在这个预扣里就已经 嗯就是你每个人他每年会给你10万11万的 这个就是不征税的这个额度相当于 ok就基本上cover了你的一些必要的生活费用相当于 了解他这个算法还是比较奇怪 你们是按家庭计费吗 还是按照这个个人算 就是 我们当初有一段时间啊就是只有我工作 我太太不工作的时候你可以按家庭计费 但就是说呃一个人不是有这个11万的这个这个 是类似于支出是免税的对吧 那么如果你在有一个人他没有工作 也差不多就顶多再加一个这样的一个10万的一个底扣 其实就是扣减了那么三四万的税的样子 不如一个人工作拿的多 那你有孩子了以后是不是这个税收就更下降了 税收没有他就是有一些补助 但你孩子的靠的是这个支出还是多的那个国家会 嗯给一个 叫什么钱 我忘了他的英文那个名称叫什么 农业名称叫什么 我们一直管的叫牛奶钱就是 一个孩子大概一个月会给1000克朗左右的这个钱 所以两个孩子就是2000克朗 嗯他以前可能不够现在后来涨了一点 嗯这个会一直给到他孩子到18岁 但是实际上其他的费用还需要你自己去去看我 就是 啊 孩子 孩子就 这种 一事住行啊 是 我们继续我们继续 这个挪威的像医疗教育和这个福利情况大概是什么样 医疗是这样的 嗯 他如果你去他这边有一个固定的家庭医生 他这叫我们这国内叫什么分分分层 还是叫分诊治还叫什么来着 国内是没有家庭其实也有 但是国内一般不用着玩吧 都是咱们有个事都是找最大的医院直接冲进去 对对对 他这也是必须你每个人要去注册一个家庭医生 你一般你去找你家里附近的一个诊所 比较近的比较方便 嗯那么你去他那看呢一般来讲 就类似于国内的挂号费 就你看他一次 呃看这个大夫出来这交费大概在200克朗一次 嗯但是呢就是说呃拿药是另算 呃那么如果你这个一年你如果看大夫看医生的这个费用比较多了 呃具体规则我忘了是只计算这个挂号费啊还是包括药费我忘了 就是他如果你抄的嗯一定标准比如说2000还是3000克朗以后 那么他挪威的这个社保部门呢会发给你一个他们叫Fleecourt 就是你后面再去看医生就免费了 ok 所以对一个自然年代的这个很像 国内的社保大概也是这么工作的 就是你要一每年先要花掉可能一两千块啊一千几还是2000 然后后边的就开始报销 但是呢报的也是 呃按一个比例报大概是报百分之六七十 他这里不报销就直接你抄了这个以后会自动得到一个卡 你下次出出出这张卡现在有电子卡 你有个编号告诉那个诊所他就记记录在案就不扣你钱了 ok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这是日常的这种小病 比如说咱们这个经常比如发烧啊或者是流感呢这类的 那么如果你病了比如说住医院了 那么这种就是全免了啊 住院手术是全免啊 对你如果你这个病人在医院里的这个吃饭的费用这也是他cover的 你这个家属如果去那你自己去买饭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个住院全免所以就是说如果很多这个你上了年纪以后有些慢性病也不是明天就就就就那个什么game over这种 你的优先机太低了那你就基本上可能住院机会比较少就是说一般的情况下 这里会有些抱怨就是呃你有些做些ct啊或者彩钞一些检查他这边可能会拖的时间很长 呃一般的这个workaround对于这个有工作的人来讲就是公司一般会给买商业保险 其实商业保险就是无非就是他和一个诊所有个协议你就是有个优先级 你需要做一些服务比如说我想查什么这个家庭医生证给不了你的他或者告诉你半年以后才能查你走这个商业保险呢你可能明天就去查了 ok 该住院的话还是国家来cover我估计这个费用就就小的多了 他现在是公立私利吗 应该分的嗯 公立的话你必须就是说你不能直接去医院看病 呃你有急准专门的急诊部门但是急诊部门一般就是看那种非常紧急的你比如说你摔破了就是流血的很厉害的那种 你要是很就是没什么危险的他可能紧急处理他告诉你第二天你自己去找家来医生 就完全的这个分枕这个等级 那么私利的话那你就是你只要交费了肯定当时就处理就这样了 了解 了解像当地的这种我我一开始以为就全免了的 其实就是你日常看还是要付一个起始费用 对对对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呃比如说你有些慢性病 你或者是这种长期的类似于花粉过敏这种病他有一种药片是一次就吃只管24小时的 那么这种呢你直接去药房拿比如说可能100一盒 但如果你看了医生呃他就会给你一个长期的这个有subscription的这个这个有有这个处方的这个这种长期用药他会给你打很多折扣基本上可能就是在20到30的价格 了解 这个但是以前我印象里很多人就说这个这种高福利国家就是你基本上不用上班光领这个失业保险就已经这个衣食无忧了 啊失业保险对这个好像这个遇到过一次因为我们公司呢 呃中间抽泰克要有一段时间就是被 呃诺基亚收购然后诺基亚又把我们公司卖出来的这个阶段有时候公司在内部讨论就是你诺基亚如果卖不出去我们就属于失业了对吧 诺基亚不打算花我们工资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有些这个失业保险的一个咨询除了我还有一些这个 我们单位有些美国这个同事也在咨询因为他们问的问题比较多我就跟着听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失业的话呢呃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拿到失业保险你必须 比如说你已经工作满一年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能拿到失业保险拿一年 嗯那么这个失业保险呢不是你原来比如挣一千块钱一个月那么你拿一千那不是这样他会给你打折一般来讲会 呃 好像是八折还是六折吧就是你原原始收入的手平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呃你在因为你少拿这个失业金的话你就少交税了 所以就是说你拿到手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一些 嗯那么如果你想呃 可能是如果你工作满两年的话你可能在这个拿失业金一年以后啊接着拿失业金但这个一年以后的失业金会继续打折 这是失业金的一个状态最多好像是应该是就拿到24个月 但是这个失业的这个过程中呢呃你不能一直在在家里 嗯就是说躺在家里那么你必须要向这个挪威社保部门证明你一直在积极的找工作啊 你在这个查这个招聘广告你再给他们发邮件跟他们参加了多少面试你每个礼拜还是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要写一个报告给他 证明你这段时间在找工作 ok 这么神奇 嗯然后呢就是说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呃当然如果有些人 如果在挪威从来没有工作过的比如说那个家属移民过来这种他的学历他的就是这个背景比如说需要挪威比较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和社保部门进行沟通 他可能会安排你 进行挪威培训啊或者一些职业的相关培训呢这个是有的 甚至有的时候还有这样就是说 社保部你自己可以联系公司比如打工 那么这个时候由社保部门来就说其实就是他来付你的这个 实习的工资有这种情况 就是来帮助你就业 这个是听说我 这是实业方面 了解了解 看来并不是说可以这个啊 不用上班就可以一书用这个事 这看来是一个误解 但是就是从呃医疗或者是其他方面有些特殊情况 比如说呃残疾人 或者是受伤了你不能工作了 有些病比如减成50%了或者什么全职不能上班了 你只要有这种医医疗上面的这个呃 这个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下呃 一般情况国家是要要要负责的一直负责到你退休 但这个可能比例我不太清楚了解了解 像这个 呃挪威的这个小孩上这个小学啊上幼儿园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上幼儿园是一般来讲满一岁左右就可以去幼儿园了 啊那么小 对因为这个挪威呢其实 他是鼓励我觉得他是鼓励这个双就父母双方都去工作都去进入社会 呃那么这种情况下他需要了这个社会把这个孩子接下来 你不可能一边带孩子一边上上上班是吧 那么就是说幼儿园一般来这个体系是一岁左右就可以接接纳这个孩子 呃当然就是从一岁到三岁这个期间呢 不保证你这个职位 呃不保你这个不是这个空位这个位置 呃那么这个如果你没有拿到这个幼儿园的位置的话 他这个国家会给补助的 呃当然这这个补助 我不知道现在了我们当初老大那个时候是一个月给3000克朗 但现在据说是涨了6000还是7000 嗯 但是你如果上幼儿园的话根据你父母的收入水平 那一般的就双职工智你这个收入水平在平均线以上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一个孩子 一个月的这个交给幼儿园的费用应该是3000克朗多一些 嗯也还是要交钱的不是免费的对对对 除非你能证明你家里没有收入或者是难民的这种 那么这个会会在这个孩子上幼儿园的这个这个费用上会有有有这个 ok 嗯 ok 那么幼儿园是从1岁上到6岁 嗯 我为呢小学一年级是就是你满6岁那年可以上 那个 上一年级和国内不太一样他是 是从这个月1号到12月31号 日历年来来做一整年你这一年满6岁了就可以上学了 嗯小学是7年 但是呢在1到4年你属于10岁级以下的这个状况 嗯比如你下午一一两点钟放学了这个时候家长还在上班 那么学校有一个类似于这个偷管的这么一个机构 嗯他就负责带着大家玩也不做作业反正基本 这个是也要交一点费用啊你如果5天前去的话和幼儿园的费用是标准是差不多的3000多块钱 嗯但如果你比如说选择上一部分两三天他会可能有按这个decode这个方案 10岁以上他认为这个孩子就可以自己在家了所以就没有这个服务 10岁以上就是到两三点钟然后就让回家去了 啊对对对对 那像你们上补习班不 嗯 嗯目前小学幼儿园没听说过有这个学习的补习班 倒是这个如果从这个学习补习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 嗯 网上好像看到过就是如果有些孩子他有志于考这个比较难的这个理工科学校 他可能比如说数学底子或者什么不够的这个好像有 就是 找老师的或者老师来来看招学生的这种广告在Facebook上见过 但是我们家孩子没有到那个就类似于高二高三的那个情况的没没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比较多的是 一般幼儿园阶段的小孩子的这个兴趣班倒是参加的不是太多 呃就小小女孩一般去跳个舞 都是不是很正式的就类似于大家一起活动老师领着跳舞的那种 呃一般来讲在这个五岁的时候就是你在小学入学前一年 呃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看当地家长 他如果家长有能力的话呢可以组织大家 呃类似于一个小体育课的形式那么就是 有他会借这个学校的这个 体育馆实内体育馆那么冬天不适合实外户外活动的话在体育馆里头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小的一个体育馆 呃做一些跑跳啊就是一些运动让小孩子 那么冬天比如说去外头滑个雪跑跑步啊这种都有 那么上了小学感觉这个 各种兴趣班就是见多了 嗯 有的家庭反正华人家庭上这个音乐的比较多 钢琴的呀小提琴的这都都挺多 嗯体育呢 挪威比较大项的这个活动就是滑雪 这个正好咱们刚看完这个冬奥会我觉得对这个挪威这个滑雪应该比较老 尤其越野滑雪啊 OK 越野滑雪是因为这个挪威确实比较靠北 呃所以这个冬天的话 确实下雪很多 嗯 就是说而且挪威就是山地很多 所以有山地代表就是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就是下雪 那么你可能 平地下雨有有这种可能 就是有雪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就是说 呃挪人练滑雪的挺多尤其在西北部 托罗汉姆附近 对而且 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中国 华人移民出去以后 会继续内卷 就是接着卷孩子 这个上各种培训班补习班像特别是那个 我问了像澳大利亚呀像什么这些小孩 其实也是专门有那种给华人上的那种补习班 然后呢 他们那个基数比较大这个挪威属于这个 华人那个基数还不够我觉得 这种服务还 还没有到那么那个规模 好吧 还没有卷起来哈 还没有处底卷起来 但是家长一般还是会觉得 挪威玩的太多了吧 因为这个 呃挪威的话幼儿园以内 基本上没有学习 就是玩天天玩 当然跟各个幼儿园不一样 他在这个上学前的最后一年 呃有我们老大的那个幼儿园呢 说就是每周有两次是两个小时的课吧 认认字母啊认认一二三呢 他等老二的幼儿园最后一年好像连这个都没有 就是他的那个小学的一年级有点感觉像我们那个育红班就是那个 最后一年的那种感觉 嗯就是到学校里头他来教一些基本的这个上学知识 上学的情况让他慢慢熟悉这个上学的环境 呃还一个就是挪威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 他有一个活动叫 gouple tour tour就是出去走走 就类似于我们hacking 或者叫什么也好 因为挪威的这个自然环境非常 非常多 各种 你沿着湖可以绕一圈爬个小山可以走一下 就是他们基本上 像幼儿园的话基本上每天都会带孩子出去 嗯 然后在小学也是 每周只有一两次吧就是这种和大自然接触的环境还是挺多 我觉得你们的孩子还是蛮幸福的 一般像国内的话都是从三岁开始上各种部系班 那就从那个学习的压力上来讲这边没有那么大 是 那他们升学呢 比如说小学生初中初中生大学这个难度大吗 呃幼儿园生小学小学生初中这都是大过端 嗯你有按照你这个学区片还有指定的地方 嗯好像 小学是不允许有私立的 然后初中以前也比较少但是现在好像陆续有一些 但是初中的这个阶段在挪威的话这个私立应该收费不是太多 嗯大概 一个月就三四千这个规模了 嗯那么 可以就是选项不是太多有几个有的是上的 音乐学校 呃有有一个挪威是有个体育的初中 嗯那个比较有名 然后还有一个最近听说了有一个是 啊就就是对理工科学的多一点的一个初中的一个学校 但这种机会都不是太多所以大多数情况都是还 公立的学校上到 小初中毕业高中据说就分方向了 但是就是我们还没到哪所以就是现在了解的没有那么多 据说是 有的高中偏 呃文艺类的 有的偏这个体育类的 有的偏这个理工科的可能就开始分方向 了解 像挪威的这个上大学的比例高吗 应该 很多都上但这个具体比例我不是太清楚 因为这个没法观察没拿过统计数字 但是这个大学呢我是想说一点这和福利也有关系 嗯 挪威第一 挪威大学是不收学费的 对于国际学生都不收学费对刚才说过了 对于本地学生 呃你这不有这个生活的这个支出吗 呃比如做房子或者是吃饭 呃那么这个呢对于你挪威居民的话 呃不不一定非要拿这个国籍了游泳居的就可以 呃那么这种情况下呢股家会有一些这个贷款 呃那么贷款据说是这种贷款的如果你学校的考试通过百分之多少 八十还是九十那么可以对你这个贷款还款进行减免 这个听着挺有意思我要上学的时候没有这动力是是是 啊等于就是说我只要考到好这个贷款就可以少还一部分 对对对对 了解他这也很神奇他最后是给你贷款而不是说给你补贴 就是你正常还是要还这个钱 对对正常是他认为你工作以后有收入了开始还 嗯当然 听说是如果你是挪威籍的孩子如果大学去比如说去美国了 嗯那么这种的话政府应该是出一部分费用但据说 不是太高相对来讲就是美国的这个这个费用 了解 像挪威是不是就这种兴趣教育和素质教育会多一点 嗯我觉得他们是偏兴趣吧 嗯嗯学校呢虽然说 他学校没有就说不像我们这老考试 就是基本上 那当然也会有偶尔有些小测验他们一般不会跟家长说他们也不会拉大榜说告诉你考了第一你考第几不这是不允许的 你即使就是体育俱乐部比赛 呃你像滑雪这肯定有第一第二吗对吧 啊这种情况下 他在十周岁以下 呃 这个是 不允许有区别的 虽然你就是第一开始就是比赛完了你可以发这个是一分钟这一分半钟这个成绩发出去 但是这个只让家长看一眼之后这个不允许在这个网上或其他地方发表的 那么最后就是 十岁以下所有孩子参加一项比赛他们拿到的纪念品是一样的必须标准一样不许区分 啊 那我我玩第一冠军没有没有任何特殊的东西 就是你知道你是第一就玩家长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他们如果就是赛会发纪念品的话必须是一个标准拿第一和最后一名大家必须拿一样的 哎那么如果十岁以后了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些小奖金或者小奖品会有些区分了 学校里呢 呃他们跟这个十岁这个 门口可能类似就是 四年级毕业刚上五年级的时候应该是十岁以上 呃这是挪威的这个教育部的有一个呃第一次的同考 嗯 嗯 挪威可能是五年级 反正初中还有两次 一共可能是高中居前有三次这么一个类似于全国的一个同考 呃主要考这个挪威语呃英语和数学这个三个科目 摸个底但是大家好像第一次这五年级考试据说也很松老师也不管 因为我们家娃说老师说了呃交了卷就能自己抱着自己电脑看youtube很多人去交卷 哈哈 就是他没有专门的这个考前培训啊什么都没有 那不会的呃但是数学上还是有一些区别毕竟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比如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四五年级以后 这个孩子之间的这个水平还是有些差别的 据说是他是要分班的他把这一个班里面他们一般挪威的这个小学班级是15到20个人 那么他把这一个班里会分成三个等级 呃一个大六最主体的 那么有个别的 基础差异的会有一个 助理老师会单独的给他们布置作业或者是加一些 课就是上课的同一时间 跟针对有三种待遇 就是有一个大六的 人最多的有一个差一点的 国有一个好一点的国就是 是这样推进但是到了 小学的这个毕业班七年级的时候 跟就是好一点这个 group的这个数学的做的成绩应该就是 做的习题应该到了初中水平 所以就是说他是 嗯 认为你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有能力 那么老师根据你的需求老师会 搭配不同的这个 学习内容和这个习题 他并不是老师来统一就是说 把这个最高标准的这个要求统一推给全班 他这个教育方法不太一样 好 OK我了解 我们先结束到这里 然后呢我们再稍微喝口水再继续 你就帮助就是